藏人自焚事件不断扩大在欧洲引起反响 但英国和欧洲政府对这一事态的发展 以及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态度却十分微妙 下面我们就接通VOA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灵的连线 请他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问题 静灵 美国政府对藏人自焚事件持续扩大非常关切 而一名英国藏人生据报道 在不久前也在法国自焚成为整个事态当中 第一位自焚的西方人 那么静灵 面对整个事态有什么反应和立场 是的 徐波 一名英国的西藏真人 在上个月的中旬 从法国的西南部的一所 他在修士的一个寺院里面自焚身亡 那么成为2009年 藏人自焚事件以来 第一名因为这个事件而自焚身亡的西方真人 那么英国的媒体对这件事情 就是证明西方真人 英国真人的自焚事件是有报道 但是并没有再继续做一个深入的追踪 当然也没有机会再对这个藏人自焚事件 有更深层的报道 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除了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官员 Catherine Ashton 女士呢 她曾经在今年的夏天答复欧洲国会议员的 咨询的时候表示 那么欧盟将会继续就西藏问题跟中共当局进行交涉之外 到目前为止 欧洲这边最强烈的一个讯息 就是欧洲议会在10月底通过了一项这个决议案 那么在这个决议案当中 也就是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藏人在西藏的镇压 那么以及解除对藏人的管制 此外还有就是说 要呼吁欧盟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官员们 要这个密切的关注这个西藏日历恶化的问题 还有严峻的情势 以及人权的越来越坏的一个趋势 那么敦促同时也敦促中共当局呢 应该要开放 让这个外面